通一狄之言者约相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乡群网的网络教程 在这堂课中呢 我们将要讲解如何利用Subtitle Workshop这个软件呢 为我们的翻译视频制作一个英语原文的字幕 在视频翻译工作中呢 制作原文字幕的时候呢 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已经有了字幕的原文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没有原文 需要我们来听写的 这堂课呢 我们首先讲的是有原文的情况 那么在下一堂课中呢 我们再介绍怎么利用Subtitle Workshop这个软件呢 来提高我们听写的效率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教学素材这个文件夹 在这里有一个歌词原文的文本文件 我们打开它来看一下 双击 为了方便我们待会儿制作字幕呢 我已经把这个原文呢 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 也就是每一行只有一句话啊 尽量的在保证它语异的情况下呢 让它每一行的单词量也不要太多 当然也不能太少 好 我们现在把它的这个窗口大小弄小一点 然后呢 先放在桌面的一边 待会儿来用 现在我们打开Subtitle Workshop这个软件 我们首先呢 打开存在TEMP那个历史文件夹里的那个SRT字幕文件 这一个 然后呢我们再调入我们转换过的那个视频 在哪呢 在这个低话这文件夹里面 这个MP4文件 好 先把它暂停 不要播放 在开始工作之前呢 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软件的界面布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里 这个是我们上堂课已经知道了 这是设置这个字幕的一些参数的一个窗口 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黑色的这个地方呢 这里是我们实时预览这个视频 还有我们制作的字幕的效果的地方 下面这个白色的区域呢 显示的是每一条字幕的详细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号 显示时间 隐藏时间 还有它的文本的内容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区域呢 进行添加修改删除的操作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呢 这里这个区域就是我们为每一条字幕输入 它的文本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可以随意的修改文本的内容 这样子的 然后左边呢就是显示当前这条字幕 也就是说被我们选择的这条字幕的时间轴的信息 它的显示时间也就是开始时间 隐藏时间也就是结束的时间 还有这条字幕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 这个持续时间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是它隐藏的时间也就是结束的时间 减去它显示的时间之后的结果 就是它这个持续时间 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调整这个字幕的时间轴 比如说我们让它显示的时间呢往后推一点 然后隐藏的时间呢也多往后推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持续时间也变化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双击这个字幕就可以看到它的时间变化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上面的视频播放的控制按钮 最上面这一个呢是它的时间游标 应该不需要解释了大家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然后第一个呢播放和暂停都是这一个按钮 它的快捷键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Ctrl加Space 也就是Ctrl加控格来控制它 然后第二个呢是停止了 这个快捷键呢是Ctrl加BackSpace 也就是Ctrl按着往回退删除那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呢是我们经常要使用的啊 播放暂停还有停止这两个按钮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呢 其他的按钮我们就先不介绍 然后呢我要重点介绍的呢是这两个按钮 前面这一个呢是设置开始的时间 就是我们当前这条字幕的它出现的时间 然后后面这个按钮呢它的功能呢是设置这个字幕以长的时间 也就是它结束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它的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呢是Bot加C 然后这个快捷键呢是Bot加V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Bot加CBot加V这两个快捷键 因为这两个快捷键呢我们经常要使用到 所以一定要记下来Bot加C和Bot加V 然后呢还有一个按钮是没有排在这上面的 就是一个快捷键叫做Insert键 我们可以在键盘上面看到有一个ins 或者直接写着Insert这个键 这个键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添加一条新字幕 我们也要经常用到 所以你也要记下来还有一个单独的Insert按钮 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呢 我们尽量的使用快捷键来操作这个软件 而不是用鼠标的右键去拆单里面选择我们需要的功能 好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第一条字幕 我们先来看一下 前两句字幕呢我们就先不要去管它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它是语气槽 二一个呢太短了 对新手来说呢短的字幕是比较难做的 我们就先跳过它 我们从第三句开始 这一句 不是它 然后粘贴到这个文本框里面来 然后粘贴到这个文本框里面来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确定这一句字幕的 它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那我们要用到哪两个快捷键呢 就是这两个按钮 一个开始时间 一个结束时间 Alt加C Alt加V 好 我们现在要把 要按住线盘上的Alt键 不要动 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确定的呢 是它的开始时间 所以呢 要把手指轻轻的放在按键C这个上面 到我们确定了它的开始时间 在它这句话结束的时候呢 再按V这个键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一直不要松开Alt这个按钮 好现在我们要来开始播放这个视频 按住Alt键不要动哦 好 我已经把这个时间已经设置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条字幕的开始时间呢 是17秒到276 然后隐藏的时间呢 是19秒到205 我们现在继续点播放 然后看一下它这个字幕的显示效果 是不是跟实际的一样 这个时候呢 对新人来说呢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 开始的时间你按这个Alt键C的时候呢 反应比较慢 按完了 然后你按隐藏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比它实际的要慢一些 所以我们要反复的听 重新点播放 然后再双击这条字幕 它就会自动跳到刚才那条字幕上去 然后反复的来播放 我们每双击一次它就重新播放一次 我们再来听一下 再听一次 我刚才听到我这个确实是反应慢了 我要把它这个时间提前 就在这里可以提前它 提前呢就是减 对吧 先减这么多 然后呢 我们再来听一下 这个呢又感觉好像又太提前了一点 好 我们又把它再往上调再加一点 让它退后一点 好 再来听一下 好 我觉得挺好 这一句呢 我们就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下一句 之前我们说过的按insert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对吧 它自动下面加了一句 然后 我们把第二句 这句个字复制过来 这一次呢 它的开始时间呢 已经给我们自动设置了 如果 每一句和每一句之间它是中间没有间隔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管它的开始时间了 直接只要管它这个 直接只要注意它这个结束的时间就行了 我们来听一下 好 我就给它确定下来了 在这里呢 所以 这一句呢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结束的时间太晚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剪掉一些 因为会跟下一句的歌词呢 有重叠 所以我们要把它再提前一点点 好 然后再听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再做下一句 按insert键 然后呢 复制过来 对吧 在这个过程中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屏幕的窗口呢 太局促了 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显示面积 那我们可以这样做 首先呢 这边左边的这个测栏呢 已经是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已经把参数设置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按F4 把它隐藏起来 如果要展开的话呢 再按一次F4 它就出来了 这里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多一点的工作面积 然后呢 你可能觉得 这个视频我想让它显示的大一点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 用左键拖住 往下拉 这个视频的窗口 就会变大一点 然后你可能还想把这一边也拉大一点 好像还是不太好 我们还是把它往下拉一点 大致这个样子就挺好了 好 我们现在接着来做第三句 在这一句里面 我们就发现了有个问题 第二句呢 好像还是结束的时间太靠后了 然后有一点覆盖前面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呢 还是要把这个再调一下 给它再调100 调小一点 然后这个呢 增加 调小一点 这样它们就都往前提前了 现在我们这三句话一块来听一下 是什么样子 挺好的 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呢 我就不把每一句歌词的制作过程呢 都演示出来了 我这边呢 已经有一个做好了的字幕 我调出来给你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做好了的字幕 英文的 英文的一共有79句 然后呢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在最开始制作字幕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两句歌词没有加进去吗 我们待会呢 就会介绍如何把这两条字幕再插入进去 插入在原有的字幕的前面 在同时呢 我还要先说一下 就是 呃 对于特别简短的字幕 我们要注意一点 呃 我们要保证 每一条的字幕 它的那个持续时间 也就是 呃 隐藏时间 减 显示时间的这个 持续时间的值呢 不能小于一秒钟 呃 那个字幕就会在屏幕上一闪而过 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那么呃 基本上就不存在阅读的可能性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呃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不要让某一条字幕小于一秒钟 好 现在我们就来 把这两条字幕插入进去 呃 怎么做呢 我们要插在这个 第一条字幕的前面 对吧 那怎么做呢 在这里 有一个 这个编辑菜单里面 有一个向前插入 它的快捷键是shift加inset 这个按钮 是吧 那我们就这样 shift加inset 好 前面就多了一个 呃 空余的地方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把第一条 字幕把它复视进来 好 然后再按照原来的方法 把它确定下来 这一句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好 停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做第二句 inset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5句的后方效果 这个页太照了 我们再把它调整一下 再重新播发 好 挺好的 对于这种特别短的句子怎么该整不出你呢 我已经演示过了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尽量的让它不要低于一秒钟 下午这里就出现不够一秒钟的情况 稍微给它加一点 如果不是跟后面的句子有重叠的话就没有关系 像这个第二句 我故意的 反正后面 会马上出现第三句割层 所以我故意让它稍微时间长一点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就是我们在一个句子前面再插入新的句子的时候 这个顺序要结束 我们不是说在第三句前面要插两句的话 我们就先插第二句 再插第一句 不是这样 我们应该先从第一句开始 然后才是第二句 这样的话我们的时间方面就比较好想握 到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英文字幕就已经是做完成了 大家已经可能很好奇 我这个字幕在实际的这个视频里面播放是什么效果 可以现在这样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subtitle workshop关掉 一定要充排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到这个temp文件箱里面 这个做好的字幕复制出来 复制到哪 我建议是复制到这个低画质里面 把它放在一块 这个我们在说播放这个mp4文件的时候呢 这个字幕就会自动加载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播放效果了 需要注意的是呢 这两个文件名是必须一样的 除了后面这个mp4和srt这个扩展名以外 前面的部分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在观看完了之后呢 要记得把这个字幕文件删掉 为什么呢 如果还保留在这里的话呢 对我们后续的操作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说看完了之后 记得把它删除 我们只要保证在这个临时文件夹里面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版本就可以了 对于新手来说 这一堂课里面所讲解的内容呢 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如何准确的确定 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 这个工作呢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 因为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软件 能够代替人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呢 就是反复的练习 多练习 在我们的初级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有一个练习素材的文件夹 这里面呢 有四首个都给出了这个视频 还有它的原文 根据我的经验呢 一个新手从开始练习到最后掌握这个技巧的时间呢 它的练习时间 至少在五个小时以上 我建议最好能超过十个小时 反复的练习 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能够做出真正漂亮的字幕出来 现在我再重申一次 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的 必须勤加练习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只有掌握了这一个技巧之后 我们才谈得上后面的课程的学习 比如说在下一堂课里面 我们将来讲解 如何利用subtitle workshop这个软件 来做字幕的听写工作 只有在你掌握了精确的确定 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这个技巧之后呢 我们才谈得上 如何用subtitle workshop这个软件 来提高你听写的效率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多多练习 这堂课呢 就是 这个有点誓言 有点誓言 就是 课 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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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